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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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三帅 你过来干什么呀 天太热了 夜星 我玩游泳啊 你没看到我在这边洗着吗 河里洗澡 不分男女的吧 你别过来 江三帅你再过来 我喊救命了 别过来 你干什么呀你 跟你走 你看你这什么话 兄弟我这碰了 对吧 你要说你真不喜欢 跟男同志一块洗澡 那 那我扶你啥事 这个路不好走 杨三帅你讨厌你 别过来 救命啊 别错啊 我今天要再不洗澡 我就臭了跟你们说 你天天不洗澡 我谁说天天不洗 我至少三天洗一次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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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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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要个孩子吧 噓 噓 干什么你小天天 我 我 我告诉你啊 这行 这是毛巾你擦的 把衣服披上 我都开个玩笑嘛 我们都接着兄弟 好 来哥们来 来来来来 过来来 这身上 我说要ход 我都不在买 好 什么 你 这 你 你 知道吗 我 我 又Instagram 而待个人 体徒探望 刁刘三顺 你竟然连冰冰的对象都要欺负 朋友之欺不可欺 你不知道吗 你这种人 现在怎么到社会上去婚呢 刘三春 你这不是第一次了吧 非得把你扭送到公社 你就老实了是吗 对 别 送公社 这种人 狗改不了迟迟 行 我改还不成吗 我刚才不是都发过誓了 你们怎么还不相信呢 你倒让人相信呢你 连洁 怎么处理 这俗话说 眉头一皱记上心来 我好好想一想 这绝不能说发个誓就完事啊 道歉啊 让他去程月厅那儿 当面赔礼道歉 取得别人的原谅 我跟他当面道歉 他又不肯原谅我了 那就天天道歉吧 直到他原谅你为止 那是什么呀 这不是人家第一次就原谅你了呢 你要不道歉 马上送你去公社 我去 我去 去还不动啊 去呀你 来了 你 你想干嘛 我 程月轻 我对不住你 我我不是人 我是还向你道歉的 你别这样行不行 你别这样行不行啊 你 你不原谅我 我永远都不起来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别这样 我原谅你了行不行 我原谅你了 我原谅你了 他还唱唱了呢 这么快就回来了 道歉完了 他原谅你了 那当然嘛 四眼三顺啊 你三言两语就把人哄开心了 你怎么说的啊 我没说啥 我就说 程月轻啊 他一把握住我的手 别说了 我原谅你了 我求求你了 还不行吗 别在这儿扯淡了 他求你 吹吹吹 继续吹 谁吹牛了 谁吹了 我这种人 我怎么会吹牛 我 我当时一跪下 我咚咚咚给他磕头 他当时 他都慌了神了 他都 一下子猫 突然你别这样 我原谅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这脸皮 他怎么就这么厚啊 太可惜了 刁三顺 我说 你这么厚的脸皮 怎么就没人拿他去做轮胎呢 我妈说了 接声我的医生说 兄弟我先天脸皮厚 听那个算命先生说啊 脸皮厚不是坏事 兴许还能成大事呢 只有爱美女的男人 才是男子汉 那个女人要是没有男子汉爱 那他就是可怜虫 说明他不是美女 赶紧滚 越远越好 陈月清又不是你女人 管的哪门的闲事吗 咋有理啊 冰冰来到这样的大学 还能看上我这样土气的女人吗 周冰冰 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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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可找到你了 我来看看你 怎么不欢迎啊 怎么会不欢迎呢 你来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那怎么看不出你一点高兴的样子啊 我没有笑吗 还是不笑的好 怎么 你有急事啊 明天学校要进行摸底考试 我约了同学一块父亲娃娃功课呢 那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没关系 你不是也不知道吗 考试紧张吗 紧张 拉下那么多年的功课 要抓起来 一点空衣时间都没有 那看来我来的真的不是时候了 没关系 只是 没有时间能好好地陪陪你 冰冰 咱们走吧 你干什么呀 我这儿还有事呢 那我在图书馆等你了 中午的包子帮你拿好了 快点来啊 我知道了 她是谁啊 她是我的同伴同学 一个学习小组的 我们军天约了一块去图书馆复习功课呢 要是 你这么忙的话 我明天就走了 嗯 好的 月清啊 你怎么了 你这个混蛋 怎么了 是谁让你受委屈了 这得要问你 你们别看了 没什么 没什么事啊 别看了 真的没有什么吗 你是一个信口不移的伟训词 你说你要走 我怎么了 你要是叫我走的话 我现在立马就走 不是 月清 我会给你写信的 我不用你给我写信 那等放假的时候 我去看你好不好 我永远都不会拆你的信 不会看你的信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因为你是一个信口不移的伟君子 月清 月清 吃饭 不是 陈月清 月清回来了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冰冰 你怎么样 咱们不多住两天呢 月清 你吃饭了吗 是出事啊 周冰冰改姓陈喽 为什么改姓陈 陈是美了呗 不可能 冰冰不是那种人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 我早就看出姓陈 周的这小子可能要变心 要不然我也不会对陈月清 动那种心思 你要不要脸 我告诉你不许动外星眼子 不是 如果他们俩真的分了 干吗兄弟我就不能上了 我就不信了 那不信你就试试 周冰冰这不是个东西 就是个伟君子 我说什么 你俩真的不信了 我说你俩真的不信了 你俩这么好 是不是你多心了呀 我是一神一鬼的人吗 我相信我的直觉 绝对是不会错的 你也别太自信了啊 这再离智的女人 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那十有八九也都会 五迷三道的 七婚八素的 对不对 我是那样的女人吗 我从初手和高中 就跟她在一起 她的一个眼神 我都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这我倒相信 但是你 你不能说 保证你永远没有出错的时候啊 天气预报都有出错的时候啊 也许有 但这次绝对不会 那难道就这么算了 那能怎么办啊 胡搅蛮柴 做人也要骄傲一些 胡搅蛮柴可不是我的风格 月轻啊 你也太冷静了吧 要真像你说的那样的话 就不能放过那个周冰冰 凭什么呀 就凭她我跟她搞个对象 就算是我放弃行吗 我放弃 我放弃 好 好 好 你当然可以了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啊 但是你别再哭了 你别再哭了好不好 不哭了 我知道 跟你一人都放弃行 我想看 我认真呢 kins 你等你 有一天 你就让你先洗了 这儿 就不 MRI 不是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他这回城申请书还没交呢 就等他这一份了 好跟你们几个的一块送公社上去 这个小大饼啊 他是猪八戒进了女儿国 他不想走了 你别管他 先把我们六个人的赶快先交上去吧 好了 你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知道他不想回城呢 这不明摆着吗 不爱江山爱美人 小大饼舍不得朱小芳 那朱小芳要是肯嫁给我 我也不走 杨三帅 你就是一张臭嘴 我告诉你 癞蛤蟆是吃不到天鹅肉的 别做猛 那赶紧找大江哥问清楚呀 别耽搁了大伙的时间呀 这万一要政策一变不让回城了 那谁负这责任啊 这执行回城是党中央的重大决定 不会招令西改吧 还是等大江哥回来之后 问清楚不就得了 招令西改的事还少嘛 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地儿啊 老致书 要万一因为错过了 怒得我们回不了城 这责任是谁负啊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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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致书 先写的先报 后写的后报 这谁也怪不到谁啊 对吧 至于吗 你们至于这么着急吗 你们不会是让致书 现在就送上去吧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这不怕一万 这就怕万一 行行行 你也别顺了 你也别顺了啊 就按岳青说的 等大江回来 一问就知道了 那个 大江回来 你们把这事给他说清楚 我明天一大早 就去公社知青办 送你们的材料 他要是还想回城 让他赶紧写好了 晚上送我家来 我先走了 老致书 慢点啊 陈师傅 慢点 这事不能等啊 真是搞不懂你 高考的时候你不让我考 这返程了 你倒鼓励我回去了 高考是你一个人去 回城可以带我一起啊 我怎么带你回去啊 户口落哪儿啊 落临时户口也可以的 我的户口还没地方落呢 再说咱俩没结婚 也没有关系 怎么乱啊 那我们现在结婚好了 你想得那么简单 回城是有很多条件的 结了婚是不允许回城的 你没看现在很多知青 都在办离婚手续吗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犹豫了 也不全是 那还有什么呀 那个家 我真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 你是说 你大伯大娘不让你回去 我倒不是这世上 我唯一的亲人 他要是不让我上户口 我真就无家可归了 你回城是要安排工作的呀 不用他们养活你 那我总得有地方睡觉吧 你是他们的亲侄子 他们不会这么狠心吧 他们都对我挺好的 我大娘这个人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 我大伯一家 就靠我大伯扫大街 一个月二十四块钱 养家糊口 负担很重 我回去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我怎么回去 大江哥 知道你家境不好 没想到会这么苦 大江哥 要是回不去 你就跟我留下来 不回去了 当农民也挺好的 我留下来 再把结婚生孩子 每天出去干农活 年底分点凉 剩点钱 让孩子打点酱油 过着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 这是你要的幸福生活吗 那 那 那要不就你先回去 我们分配工作 赚了钱 你租借一个小房子 你再回来接我 高考没考上 失去了一次机会 现在呢 反正 我恐白又要失去一次机会 我这次回不去 就永远回不去了 对啊 机不可视是不再来 大江哥 你回城吧 我是认真的 你回城吧 既然你放心让我回去 那我就抓住这次机会 你放心小房 我就是拼出老命 也要混出个人眼来 大江哥 你要是回城了以后 还会想我惦记我呢 你就回来娶我 你要是以后出息了 有本事了 你就别回来了 把我忘了吧 小房 我不会变心的 大江 到屋里来一下 快点 大江 过节了 这给你的 给我干什么呀 让你送给雇主任的 我给雇主任干什么呀 你不想回城了 回城是国家政策 他说不让我回我就不回了 人家大权在握 人家不给你盖那个大账 你回得了城吗 他要敢不给我盖章 我就敢揍他 你信不 我跟你说啊 你啊 冷静一下 不要想得那么天真 不要以为有了政策 你就能够回得了城 至今回城政策啊 那也是分期分批的 他要是不想让你回啊 他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上次开那个批判大会 也让他出了洋相 他怀恨在心 说不定啊 会找机会报复 这时候啊 你只能够用你的热脸 去贴他的冷屁股 除了求他求他 别无他法 除非啊 你不想回城 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但我做不到 做不到也得做 否则啊 他不会给你办理回城手续的 你这辈子都不想回城 那我也不能像狗一样 第三下次去求他吧 为了回城做一天狗要怎么样 这要忍辱负重 这一时的羞辱 能够换回一辈子的前途 这时候你可别想着什么 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就一句话管用 时时务者为俊杰 不行 我做不了 你想想小方 为了你和小方的未来 为了能够回城大干一番 这样做直 大伯爷不能要你的东西啊 谁说白给你了 是借给你 等将来回城赚了钱 你再还给我 库主任能收吗 他那种贪官 他恨不得去抢呢 能不收啊 他要是收了你的礼呢 你的关系会缓和一些 你就有回城的希望 他要是不收的话 可能啊 他就不会跟你办了 干什么 你来我办公室干嘛呀 怎么了 不要我赔了 你第一次约我 我们不就在这办公室吗 我们俩还在这沙发上发展爱情 别把你的冲队 冲队 是不是看上哪个女之星了 我可告诉你 你千万别踩 你要是踩了 那可是地雷 准教你粉身碎鬼 去去去别 胡说了我赶紧走走走 不听老娘言 吃亏在眼前 走 对不起啊对不起 没事 主任 你怎么来了 我身质犯人的事 那个你孙子的名字呢 我已经包到县里边去了 你回去等消息吧 好谢谢 谢谢顾主任啊 回去吧回去吧 你来干什么 有事吗 不是 这个 不是回程的事吗 还希望顾主任能 提早给我办一下 这事啊 这个知青回程 是有政策的 是 该回的呢 一定能回 是分期分批办理的 不该回的呢 肯定回不去 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回去的 那个文件我看了 我符合回程的条件 符合回程条件 对 那你就回去啊 找我干嘛呀 那不是大队没给办手叙呢吗 这这手续 不是随便给谁都能办的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是有政策的 是 这该给你办的手续呢 一定会给你办 没事你就回去等消息吧 顾主任 我确实年轻气盛 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顾主任大人大量 多包涵 你不说这事我给忘了 我这个是宰相肚子里边能撑传 大事小事我是不会给你们计较的 虽然呢我不是什么宰相 大小但也算是个干部 你呀 这东西你就拿走啊 顾主任你看我拿都拿来了就留这吧 宋大江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知什么情 林秘书 主任 把这些东西 上交技家部门 是 哎 咋交回来了 哎 怎么样 东西收了吗 收什么收 他把我东西交到纪检部门去了 啥 交纪检部门去 九点事 什么纪检部门 怎么了 大江 我听说顾庆山这个人 厌过拔毛 找他办事 就没有不收理的 他就没拔我的吗 你看我的东西他叫你没收吗 他跟你装模作样 演戏呢嘛 不行 他对我讽刺挖苦 威胁 打击的 大江 是不是那次批判大会 弄得他太狼狈了 那是他自找的好了 我看这个狗官啊 就是开铁匠上破的料 欠揍的货 哎 哎 怎么样怎么样 把老子逼急了 老子就上梁山 当好汉 哎 大江 你不会是想跟顾庆山拼命吧 哎 反正我是觉得 咱们现在什么都没了 光顾一人 谁怕谁啊 反正那小子阻止我反程的话 我这跟他拼命 他肯定缩的了 哎 真的 哎 大江啊 这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厉讨啊 现在咱们千万不能跟他拼命的 这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叫失识武者为俊杰 顾庆山什么人 顾庆山是造反起家的人 现在四人帮都打倒了 他就蒙不了多久了 秋后的骂掌 蹦腾不了几天了 可是他现在蹦得还很高啊 公章还在人家手里握着呢 我们想反程 总不能等到他下台以后吧 是啊 没人 来 严谨 你主意多 你有什么高见 我看啊 现在就一个字 是什么字啊 人 顾主任 小陈 今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有事吗 就是 知青回城的事 小陈啊 我这个 准备要去开会去了 您来得可真不巧 要不这样 等我开完会 到我家里去谈吧 不了 也没有什么要谈的 顾主任记住这件事情就行了 希望你能够尽快地给我安排 小陈 你想得也太天真了 要求回城的知青很多啊 那是要根据条件分批排队的 排在后面呢 那就不知道等到红年马月了 要是政策变了 那永远回不去的可能性都有 所以 所以请顾主任照顾我一下 能不能把我排在前面 排在前面呢 那需要的条件很多 不过呢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 话说回来了 要排在前面吧 我对你还不够了解 不够了解 我怎么把你排在前面呢 你说是不是 哎呦 时间不早了 我带去开会了 您自己先考虑考虑啊 我也知道你会来的 来 来 请请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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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 坐坐坐坐 别低速 别低速啊 不用紧张 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随便坐 小春 你看啊 我正在喝你送给我的酒呢 酒不错 来 坐这儿 咱俩一会儿喝两杯 我坐这儿挺好的 坐那么远了嘛呀 坐这边 说话方便 我们俩 边喝边谈 顾主任 我真的不会喝酒 怎么 叫你喝你不喝 瞧不起我呀 你要瞧不起我你就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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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杯 嗯 喝呀 喝呀 小春 你这真是好酒量啊 顾主任 这可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喝酒 您看 这酒还是你送给我的 我今天呀 可是借花现福 顾主任 这话说到哪里去了 这是我送给您的酒 是我的一点心意 嘿嘿 你的心意呢 我领了 但是我的心意吧 您是不是也在领 来来来 咱们再干一个第二杯 来 那那有言在先啊 喝了这杯我可是不能再喝了 您这不是还没喝的吗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这杯酒 是我的心意 来来来 喝了它 这就对了嘛 那顾主任 那现在谈谈我回城的事吧 小陈 这酒啊必须喝三杯 一二三第三杯啊必须得喝 来来来来 小陈 来来来来 吃碗肉 吃不下真吃不下 我肚子里像有火在烧 也要难受 小陈啊 那个喝了这杯酒呢 咱们言归正题如何 我顾景山一言九鼎 蒙不了你 真的不能再喝了 我再喝我怕醉了 头好重好重 这酒啊是好东西 咱们喝完这一杯就不喝了 您有什么事 尽管跟我顾景山说 我顾景山啊跟你特事特办 如何 你说话 不骗人吧 他们会骗人哪 你 顾景山啊 那回程的事 还请你高抬贵手 能不能把我排在前面 这也好说呀 来来来 咱们坐这边说 坐这边说话方便呀 我就坐这儿 我坐这儿挺好的 挺好的 小陈 你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吗 你把我当外人呀 我没有把你当外人 你就是我领导 我真的把你当领导 你没办法当外人就好 我们说了嘛 在我们家里 不分什么领导不领导的 随便点就好 我坐这儿真的挺好 随便点就好 真的挺好 真的挺好 怎么回事啊 我说话不顶用是吧 我告诉你 我说话要是不顶用 你就甭来找我了 找我来干什么 回去可了 回去吧 回去了以后啊 就永远别再来找我 你就安安心心地 在生产队里待着吧 小陈啊 我就不明白了 你怕我干什么呀 怕我吃了你啊 不准您别这样 小陈 那个我我我实话告诉你啊 其实你回得了城 回不了城啊 就凭我一句话 我说你明天回城呢 你明天就能回城 我说你一辈子待着这儿 您就一辈子待着这儿了 你想早点回城啊 您总得给我点东西啊 顾主任你别这样 顾主任你 你让我干别的什么都行啊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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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要想回城 只要你依了我 三天之内 三天之内 我保证办回城手续给你办 顾主任我求求你 你让我干别的什么都行 你别 你别这样行不行 别让我 顾主任我求求你了 小陈啊 你你求我 求我什么呢 再说了 我们家 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需要 我什么都不需要 顾主 顾主 你以后有妻子有铁儿吧 你干吗这样 哎呀 这个可以有 有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吗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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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我告诉你啊 我顾庆山 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我也不勉强 你要是不乐意 立马给我走人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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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不会去 送了 我 我我刚才 三千就离不来 Amin 反倒 肯我 で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来人 快来人呐 怎么了 李宗盛 快快快 快 小心 快点 小心 你们先出去一下 我给他擦擦身子 换身衣服 放心吧 等于说月星去的时候还好好的 回来的时候就怎么变这样呢 一身酒气 会不会顾主也没收他的礼啊 没收他的礼 他礼品到哪儿去了 凭兄弟我的江湖经验 那个姓顾的贪斗无厌什么都收 兴许 连他人也给收了 你小子那扯的 不是 我说兴许也不是说肯定啊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这个姓顾的 平时一见到有点姿色的女知青 是露着那个死迷迷的笑话吗 现在知青版成的大权在握 对宋上门的女知青 她能轻易放过吗 你能不能避读 月星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小大兵 你把月星是哪种人 一旦关注到切身利益 选择怎么做这不好说啊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是 你是平时嘴最硬啊对不对 骂那姓顾的骂得像骂猪骂狗一样 现在你又怎么样了 还不是点头哈游 卑躬屈膝 拿着礼品去给他送礼去 最冤枉的是什么 姓顾的倒还来手假正经 把这礼品全都上交给寄检了 你换了我 我早气得跳河了 你换我那么多 兄弟说的事不适迟 你冲他们什么好人 别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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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火可以进来了 进去进去 进去进去 上去上去 怎么回事啊 你喝酒了是吧 没有 那怎么会晕倒呢 我有点低血糖 走累了 后来又淋了一点雨 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了 你告诉我们 我们帮你 对啊 有没有啊 没有 我能遇到什么麻烦 事情办得不顺利 顺利 顾主任答应我 三天之内 就给我办好回程的手续 那好事啊 那他没说我们 我们其他知情 什么时候回去啊 那他没有说 就是说知情回程 是按期按批要排除 谁排对的 谁排在先 谁排在后堂没有说 只是告诉我 我三天之内可以回程 知情回程上面是有政策的 白纸黑字应该清清楚楚 这个靠造反起家的恶棍 不会利用手中的什么权力 耍什么花招吧 林妹妹说得没错 大家一定得起考警惕 明天咱们大家伙去公社 咨询一下知情回程的实施政策吧 明天咱们一块去 对对对 问清楚 问清楚 这个知情回程嘛 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来不得半点吧 你们的材料呢 我都已经送到县知情半点了 至于什么时候办好嘛 还不知道呢 你不是答应陈月清 三天之内一定能办好吗 这事是估计 那个县里边要办得快了呢 三天就能办好 要是办得慢了呢 那可就说不准了 顾主任 是给陈月清一个人办 还是给我们大伙都办的 对 一起办 一起办 大家有个先后嘛 放心吧 肯定会给你们办好的 都回去吧 回去吧 放心 肯定给你们办好 都回去吧 回去吧 小张 你的海外关系还没有写清楚 留下来重新写一遍 要不我陪你在这儿写吧 没事 不用 你们在外面等我吧 他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没事 外面等吧 梁姐 你去外面等我吧 小张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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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来 坐这儿写 走吧 子弄 寫的怎么样了 跳褻子 下午半一刻 那途袖子